大家好,今天是我見到的 我必須在 我叫志豪 那在我們在社大 這是社長 那我從社會 就回來了社長 在深奧漁港 但是我在基隆社大擔任了董事 市長是希望我去 跟社大有一些交流 所以我就從外地回來基隆社大 所以他有機會邀請大家辦這個活動 他會辦這個活動只有一個目的是 學習新城市裡面 應該每個人的神經事 改變你們的觀念 或是改變地方,可以接受嗎? 我會講很多觀念給你們 因為你們改變 不改變,要求地方 你們怎麼這樣啊 他們已經做得很辛苦 也想改變,但是不會馬上 咖啡盒勒,要改變都是馬上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要挑的 所以我用學習新城市 讓大家下鄉來 去認識地方這些事情 透過認識,透過聊天 那我希望讓大家都可以了解地方 來感覺 這樣男人還會在場地 繼續發光發熱啊 啊你們都買大陸做 當然大陸進口越來越多啊 你說我看不懂,那就要看得懂啊 現在有石頭教育 有食慾教育 有海津教育 有海津教育 有海車館 所以有海車館 所以它有股業館 有股業館 有8K的影像 都有在鼓勵你們 就是那個兵啦 因為海水滲透藥的問題 淡水相對的就是怕 啊這相對有情形 夠嚼勁 有一個頭還是兩個頭 還是三個頭 廚房只有一個頭對不對 對 第一個齁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蝦子 這個蝦子是在東北角養的蝦 那東北角養的蝦 有什麼跟地方特色有什麼不同 白蝦 這是白蝦 可以拍齁 以後這時候剛好可以買 白蝦 那東北角養的蝦 跟其他地方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好我介紹一下東北角的蝦 東北角養的蝦 有一個特色 就是海水養殖 純海水 所以它沒有加任何的蛋 那海水養殖 好處就是 肉 因為它是鹹淡鹹水 它的生長效率會很慢 所以澎湖會比我們更慢 澎湖 澎湖 因為澎湖的海水更鹹 因為在台灣海峽 那邊的更鹹 那在東北角養的蝦 那在東北角養的蝦 像是它養殖效率就會慢 成本就會 現在每天都要吃飯 是不是人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蝦子的羊綁沒有飼料 所以這樣的虱目魚是細細長長 就是不會肥蝦 本來醫生都聚蝦 所以蝦子的蝦子 你不會都請人家 它在彰化 在西南鹽海 那這邊的蝦子呢 我們吃在東北角養的蝦子 因為在養殖狂 那我們的蝦子 有一些部分轉做 養白蝦 口感就不一樣 這跟蝦子一樣 跟蝦子一樣 藝術是一樣的 再來看到一下 這不叫三點蝦 這個蝦 在以前 在基隆就是這麼的不值錢 就這樣子 這樣四公斤 價格都 你們 等一下再跟你們講 產銷飯在哪裡 你們再自己去問 黃金蝦 其實就是蝴蝦 牛蹄蝦 牛蹄蝦 牛蝦 對 因為這裡在插其他咖 為什麼這一個蝦 插其他咖很好吃 插其他咖很好吃 很好吃 你們猜 不能猜 用判斷 因為以前 只有牠的蚯被帶回來 身體都沒帶回來 因為不值錢 就把它丟到很隱密 不值錢 為什麼會斷 因為他們在海上抓到 都抓很多 都重壓 那如果像這樣子打包 一定都重壓 而且跟其他那種不太一樣 是 他就是高層 好層 好層 真的懂嗎 就是那種 蛇頭去屈它 叫蝦對不對 那這個蝦怎麼煮 第一個 煮一鍋水 把蝦子沖水解凍 就類似這樣子 這個已經算 軟了就解凍了 不要解最凍 然後解凍了之後呢 其實 這個燙一下 甚至 就關火了 你如果 看你吃生食的程度 其實蝦只要有Q了 就是熟度 有熟度了 不是一直煮 這不是熬 熬就可惜了 這個蝦 跟整個蝦 甚至都沒有家 誰的人 他不是在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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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煮 都會先讓他惡一點 那些除乾淨 就還乾淨 所以我想說我們漁民也在練習啊 對啊 我也想覺得很奇怪 他的排泄 沙巾 你就不用挑沙巾 好奇怪 YSQ好奇怪 現在我們如果正常的養殖戶 因為大家會反應嘛 挑蝦巾 又不是每個人都會 對啊 耍耍吃起來口感就不太好 對不對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我想說為什麼這麼習慣 現在是要到底什麼了 那接下來要留一點時間 給志總介紹一下那個 Hellie的套巾 我們台灣的 文教理台語的 今天是挑比較大的 這一條是大概 一排進去 然後這是 都是用那個 釣竿 釣釣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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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船上 船上先用 沒有 這個還不算結束了 是帶回來才動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海釣釣 沒有 動出來對 那我們的 那我們的編法是 用 搭個塑膠帶 然後放到冰桶裡面 用冰塊把海水 冰冷 然後就用冷海水 把透抽放到冷海水 叫水冰 然後他絕對不能跟淡水 放在一起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走掉 為什麼會走掉 淡水的滲透壓 還是有滲透壓 所以到時候那個蝦的營養價值 全部在淡水裡 所以你在洗 洗的時候 都不會叫你用淡水去泡 因為那滲透壓 被融到他的皮膚裡 可是因為鹹水他有滲透壓 他就進不到他的皮膚 所以你回來還是原味 然後通常我們調回來的時候 那一個袋子的透抽 你摸他的皮膚 他還是會變色的 跟活的時候是一樣的 那所以跟我們在市場買到的 白白的不一樣 白白的有時候還好 如果是很紅 有一種是很紅 可以 沒有沒有 藍色是他 有血管他是藍色的 然後 如果你看到是粉紅色 那就是已經貴老 對 對 如果在我們在海上 如果有人塑膠在破掉 然後碰到淡水的話 他就會變成粉紅色 就是我們早期去市場 看那個賣賣 都是這個色 那粉紅色 他就吵起來 他裡面還是粉紅色 然後吃起來不會脆 就是因為他碰到海水 或是過敏廢病了 那再來就是 欸 如果買冷凍 像冷凍後抽的話 就你拿出來 其實很快 一下子洗過就可以切 切切就馬上下鍋 絕對不要說 我等一下放到下面 等它冷藏退冰 對 馬上處理馬上吃 最好吃 現在像這樣OK 如果是五度才能算幾度 二十度都還不夠 像我這個飽水 都零下二十度 至少要零下十八度 才有一個 像我們如果買餘貨 冷凍的餘貨 回到家 冰箱不是開門嗎 對 你絕對不要放在門口 要跑到最裡面 溫度一直這樣 一開這樣一開 然後到吃的時候 先不就跑掉了 市場學 市場學齁 第一個 市場的價格誰控 都不是他控的 他貨早就已經被帶走了 如果囤售的還這樣 我早就 這時候過年貨 我早就已經囤在倉庫裡 我怎麼說這時候才買 對不對 所以過年要買 貴還其次是 他會先出什麼貨給你 這才是重點 他會跌 成千 絕對外貨人好貨 成千 他會跌 一年會跌 成千 所以我剛才講最貴的海鮮 就是不新鮮的海鮮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價格 你滿得錢 那只有一件事情 請跟生產者 因為他絕對不會用這一招來對你 因為他不要命 他的名字在跟你交情 我都說你就賭他 會不會騙你這樣就可以了 市場你不要怪他 因為他在賣每天賣不同地方的貨 我看半天我都不知道過哪裡來 市場攤販怎麼會知道過哪裡 對不對 除非東時而外跟市場直接合作 哪裡的東西直接跟他合作 其他都不可以 因為他又不是天天有貨 可以接受 所以我老師都在教的就是 讓生產者變成了主導者的時候 市場才會改變 我再講一次 你要給他人好 他小孩去打他 對不對 我不知道要做魚 是嗎 我們很多都是這樣 對不對 就算了沒關係 要給音樂 我下來做純粥 用音樂來經營船不好嗎 當然很好 當然很好 要怕好吃的都給我弄掉 好吃的不要弄掉 好吃的不要弄掉 這要怎樣 這要怎樣 這要不要拔 不要拔 不要拔 就整隻就好 有跟著就跟著 沒跟著 沒跟著就不一樣 斷手斷腳就沒合一下 對啊 我們等一下先介紹 像是現在是很硬的嘛 最硬的狀態 那通常 後收的話 我們 對 通下水就可以了 誰要試 這種做法最簡單就是什麼 炸的 切開之後 看你要把對 切開之後你可以切圓圈圈 也可以 然後果胎切花都可以 這最簡單的做法就是炸的 像我剛剛那個那個 煎的 煎的 有一點焦黃 那個是最甜的一種吃法 完全沒有調味料 就是一點點鹽發 對對對 還是要一點點 現在還是 它的鮮味甜味會更多 有 有 有 那個是不同的甜味之法 不用拔掉是不是 不用 其實我們都 我們剛剛硬硬的 如果你 像我乾煎的話 在海上 它會有爆 扒掉的話 它就不會有爆 哦 那為什麼 市場上 有些會幫你把皮扒乾淨 不是 它不清淺 它已經變成粉紅色了 讓你看不 早期 紅木蓮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 他說紅木蓮為什麼把你皮扒乾淨 它已經變成白木蓮 它已經皮都變成白色了 讓你看不出來 對 一二 對對對 釣魚瘦傷 釣魚的老大 釣魚太大 對啊 釣魚太大 很厲害 最少都是淘汰金獸 最少都是淘汰金獸 走了 沒人 好快 剝好了 啊 可以 哪一個是 哪一個是 哪一個 對啊 沒有就瘦傷 要切看看嗎 這個要切看看 切手的 QQ的 它就泡過腰 啊 它就整隻看起來白白 然後你整個放在這邊放桌子 你看他叙叙就知道,对就知道 你先关火好了,你是不是先要加了 他怎么加 他咧,那你先就有花 我就是妈妈,你给我加 好,再走 好,谢谢,好,谢谢 如果你们回去做波充,习饭煮的时候 习饭煮的时候,最后就要煮熟 烤一下就要起来 那就照顾 有这一幕,你老师在给你 哈哈 这个妈妈,我们都要我们在这里 这个妈妈咬多 我还要进去,不吃完,不吃完 那个是,我刚才吃了 这个是,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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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就直接放在粥裡面了 他就不要再煮了 加套餐啦 這邊有椅子 吃飯不用錢 椅子50塊 太單紙了 好吃 一人一隻 拿到我們兩個人 好 你要怎麼啃 拍一張怎麼啃 不知道啊 不知道怎麼啃 拍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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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鮑鮑鮑他 我都要生氣了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